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2019 春夏四大時裝週已經結束了 看完無數的時裝週街拍 相信大家都掌握了衣著穿搭的技巧 現在就是時候總結一下天橋上發佈的新品 預覽內季的流行趨勢 讓大家可以構思一下wishlist 為夏季添置身衣做好準備 穿出最流行的個性造型 第一個明顯的trend就是運動單車短褲 運動潮流仍然在時尚界站穩陣腳 而單車短褲就成為了今季的主角 有運動場上紅到時裝天橋 成為2019 春夏季的穿搭靈感 Chanel、Fendi、Jacquemus等時裝品牌 都一致以oversize 西裝外套和襲衣 配襯紮身的單車短褲 這麼新穎的襯髮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試試呢? 第二就是巨型蝴蝶結 看起來平平無奇的蝴蝶結 經充滿想像力的設計師改造之後 立即變得深刻 作風從來都不保守的Machon Margiela 將蝴蝶結型背心平截西裝外套 Celine就以蝴蝶結設計成泡泡連身裙 Erdem將搶眼的大蝴蝶結 當作花花長裙的肩帶 為基本裙款加入跳脫又優雅的氣色 甜美又怪誕的巨型蝴蝶結 不斷出現在T台 下一季一定心得女生歡心 第三就是藝術風澤染 澤染也是2019春夏天橋上的主要風景 它有自由生動、鮮艷迷離的視角效果 是下日不可缺少的時尚元素 澤染不單用於Heat Peace Style和街頭風 更加被運用於高大型品牌上 Prada的復古短裙和Cushion Dior的套裝 都以泰帶作為印花 色彩的漸變層次豐富 非常之有藝術感 泰帶運用於Casual Wear之上 當然是沒有違和感 MSGM的澤染西裝外套配長襪波鞋 感覺隨性又新鮮 大家在選購新衣的時候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責任 之後介紹的trend就是中性型格LACE 視尚世界拒絕老土俗氣 今季再沒有LACE公主群 反而將LACE用於運動風和中性造型上 令到LACE多一份型格味 Off-White今季就以LACE配接運動物料 打造個性獨特的長群造型 Sakai就以LACE和軍事風格的背心和大衣混搭 是剛柔並重的演繹 Victoria Beckham 作為現代女性的時尚代表 亦都將LACE重新塑造成中性的輪廓 將它運用於寬闊的襲衫之上 LACE性感為美的用法已經過時了 夏年將會以冷酷碎氣的面貌示人 低調的Earth Tone 是夏年春夏季的大熱色系 它有自然的高級感 展現中性和成熟的魅力 衝岸彤的襯髮 更加是夏年最流行的春夏穿搭方式 Ricardo Tissi 將經典乾濕衣的中啡色 大量套用於今季的Burberry 而Max Mera今季以基本的剪裁 配上裸色來打造知性簡約風格 穩重又有氣質 Servatori Ferragamo的天橋上面 頻頻出現深淺不一的 大地色系套裝和禮服 不用浮誇造型 亦都可以表現出歲氣和自信 工藝感織網 都是2019年春夏必備的時尚元素 高級品牌的織網會更加花巧細緻 Chloe主打扭空民族風織花 甜美高雅 而J.W.Anderson的織網上面 更加由環狀珠片和木珠點墜 貫徹品牌的工藝感 2019年春夏季的織網系列 都以深思和藝術感令人印象深刻 是重要的夏日穿搭亮點 講到這裏 相信大家都好了解 夏年春夏季會流行些甚麼trend 你們準備好去入貨沒有? 下星期再見 拜拜